哈喽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又到了年底咯 所以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啊 开始纷纷敲碗 想要知道2024年的运势如何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集呢 就要来聊聊2024年的感情运势 特别是排行榜的部分 很多观众朋友 非常的好奇自己的感情运势 但是我跟你们说 其实啊2024年呢 它会有一个风水轮流转的阶段 特别是呢 幸运的木星会在5月26日左右 进入双子座 所以其实上半年跟下半年会 截然的不同 所以待会呢我们会以这个 5月26日为一个分水礼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来聊聊上半年 5月26日之前 你的感情机会很多的族群好了 第一名我想一下 我觉得我会给金牛座 如果你是金牛座朋友要恭喜你 因为在上半年 幸运的木星就在金牛座 别忘了还有天王星喔 这两颗星呢加在一起呢 不但有自由奔放幸运的特质 而且往往呢会有一个赌一把 忽然有个好运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上半年如果你想要追求感情 或者是你已经有感情机会的金牛座朋友 一定要好把握 我不管你是这个姐弟恋啦老少配啊 同性或异性婚啊 还是你要人偶婚啊 甚至你要跟外星人结婚 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上半年就是你们的好时机好吗 记得把握时机喔 再来呢第二名的话呢 我会给天蝎座喔 那因为呢木星跟天王星就在你们的婚姻宫 所以你们很容易遇到很特别的情人喔 也许是外国人 或者是呃在某些环境里遇到跟你背景截然不同的人 也可能呢是突然喔 本来就是可能关系不成好 但忽然看对眼了对不对 不打不相试的 所以呢这些人他可能开始给你一个新的 诶感情的经验 你会觉得喔好新鲜好特别喔 所以你想要尝试喔 所以感情的机会是不错的 当然这个木星跟天王星呢 在天蝎座的婚姻宫 也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离婚的状况 离婚不一定不好 因为呢你可能在个人的生活上 得到了一种自由奔放的机会 而且你可以再谈恋爱再婚 也都是很OK的喔 所以恭喜你到天蝎座的朋友 再来呢上半年第三名呢 我会给处女座 基本上会给处女座的原因是因为 你们不缺感情 光这个不缺呢 我觉得就很多人很羡慕了 但是你们的感情机会里 往往带有一种 黑巧克力 或者是里面有一点和果的味道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感情里面 往往带有一种责任的感觉 比较好一点的甜蜜的就是 也许你从恋爱走进婚姻 或是你忽然发现 我怀孕了 所以你要结婚 那进入婚姻 或者是感情 你自然然就是要承担当父母 或当老公老婆的责任嘛 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呢 也许你的婚姻关系里 遇到了一些小挑战 就不速之客第三人进入了 所以呢这是一个机会 会让你重新跟另外一半 检视一下你们生活 是不是哪里可以再改善的 有的时候小小的麻烦或危机 不见得是坏事 会让你意识到 以前哪里做的不够好 当然也许也有些人是怎么样 有恋爱的机会 可是你可能离不了婚 为了什么金钱啊 小孩啊事业的因素 所以呢你还是有恋爱的机会 只是你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你知道吗 所以会比较累哦 但总之我觉得你们是不缺桃花 只是你要做好选择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啊 那么再来呢第四名呢 我会给摩羯座的朋友哦 摩羯座呢在上半年是非常快乐的 你很容易有暧昧 小桃花小心动 让你疯狂一场 那也有可能像是泰勒斯一样 就是疯狂的恋爱 然后恋爱成为你创作的全员 多好啊对不对 但是呢这些机会呢 如果你只是随心的享受一下 有可能在这个上半年过去之后 你忽然觉得你没有那么喜欢了 或是你没办法持续下去了 但是无论如何上半年是愉快的 再来呢是狮子座的朋友 狮子座的朋友呢 基本上我觉得上半年 应该不是只是为了恋爱而恋爱 但是如果你就是觉得 老娘我就是要远离单身 好这个结束单身 老娘我就是要结婚 当然上半年你是非常非常可以 目标导向的 走向你要的爱情或是婚姻状态 甚至你我觉得相亲都很OK的 或是你造高天下 我要比武招亲啊对不对 那你OK的好不好 是座朋友上半年可以把握一下 甚至有些是座朋友 可能会遇到不错的这个所谓的老板啊 或是在事业上遇到 哎不错的高富帅白富美也不一定哦 所以这个机会要好好把握一下 那再来呢我觉得要讲一下巨蟹座 巨蟹座很特别 我觉得在上半年它是人际关系很棒 人际关系棒自然然就是可以广结善缘咯对不对 好交朋友了解一下 有没有机会恋爱 或者是说呢从既有的友情进展到恋爱 不过这个聚蟹座朋友不需要讲一下 他们的感情关系处于一个老神在在的状况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在感情里面了 你大概过去几年已经经历很多的议题 所以你就看清楚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或是一些问题 你也在克服了或者是接受了 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恋爱才能不错 其实呢在这个2024年上半年就有结婚的共识 有共识不代表会结婚 因为你们可能要想要存钱啦 想要再过一段这个两人世界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上半年是你容易有一种 好像大概知道接下来要如何发展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那么没有讲到朋友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还有下半年 下半年就是呢木星5月26日进入了双子座 所以首当其冲 如果你是双子座朋友 赶快写笔记好不好 5月底是你们的最棒的黄金时期 特别是如果你的生日就是在5月底 或者是你的上升星座 在双子座的0到5度之间 那么我觉得明年5月底 这个下半年一开始你们就会非常的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整个星象啊就是 所有跟爱情有关的星都会群聚到 这个双子座你就好像一片荒芜的沙漠 突然一阵雷雨过来 哇塞 酒汗逢甘霖啊 然后呢 以后春笋般的桃花就出现了 所以你会非常开心 那特别是这5月底甚至到6月初的时候 所以双子座朋友 不用担心你的恋爱机会 或者是你早就有预谋 上半年做些安排 然后5月底6月要进入什么 定下来的时期也是OK的 再来呢下半年5月26号以后 第二名呢我会给射手座 射手座呢你的这个恋爱运也不错 但是呢你要主动一点 比方说你想寻求恋爱 你可能换环境 你要参加活动 你要出国 你要去认识朋友 基本上呢下半年你只要出手 你只要愿意出去 主动的认识朋友 我觉得通常发展的机会都很高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已经有男女朋友 如果你已经在婚姻里面 那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 有的时候太多选择 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再来呢下半年的第三名呢 我先给水瓶座好了 水瓶座呢在明年2024年会进入很大的翻转期 我们知道冥王星2024年就会进入水瓶座 那从1月进去9月出来到11月正式进入 总之水瓶座朋友 明年呢就是你一个大变身的时期 同时木星又进入了这个双子座的下半年 那当然你的机会就很多 不一定是感情 可是你有个好机会就是 因为你要改变自己 那你要如何改变自己呢 交朋友恋爱结婚是一个方法 因为我每个人呢 跟不同的人相处交往 就会有不同的化学反应 有的时候你一个人不会想做的事情 跟那个人在一起 你们就觉得可以试一试 或者是在事业上面 本来没有想做的事情 跟别人想要一起逛逛看啦 做做看啦 自然而然就走在一起 所以婚姻感情是你的一个什么 很重要的投资我觉得啊 那么如果你想要有小朋友的 这个水瓶座呢 也可能明年在下半年 很容易想要定下来 因为你渴望有小孩啊 那有些人甚至有可能在明年下半年 遇到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让你觉得哦 如果我不把握 就会少了那个 少奋斗20年的机会 那当然也是很不错的咯 再来另外一个第三名呢 我会给什么呢 我会给这个天秤座的朋友 天秤座的朋友 基本上我觉得啊 这个天秤座的朋友 在2023年10月 或者是2024年的4月 这两个日时的时候呢 已经开始在感情上是比较笃定的 怎么笃定呢 就是你已经很可能确定要不要交往 要不要同居 要不要结婚 要不要怎么样 其实你对感情是非常非常笃定的 所以有可能 你早就在2024年下半年之前 就稳定了啦 就发展很好了啦 那么已经发展的朋友 在2024年5月26日以后 你们的关系会更好 这个好可能是你们对未来 有更长远的这个想法或计划 也可能你们会一起去旅行 也可能你们会想要去探索 不一样的生活 那么如果你还是单身 一直到2024年的5月26日以后 那么恭喜你 下半年你有很多的机会 怎么样 出差啦 旅行啦 认识不同地方的朋友 广结善缘 工作上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他会大大的提供你很多选择的机会 这些选择机会 不见得你会走向绝对的婚姻喔 但是可能会开始提供你 选择配偶或是伙伴 或是恋爱对象的好机会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个人觉得 一整年来看 对于这个天秤座的朋友来讲 都是很棒的喔 就是你可以稍微开始 耐心的等待跟规划了 那当然呢 我们好像呢都没有聊到的就是有另外两个星座 也就是呢白羊座跟这个双鱼座的朋友 基本上这两个星座朋友 我觉得明年的感情不是重点 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你的生活计划 那当然它是可以发展的不错的 先来聊聊白羊座好了 因为呢在这个2024年4月4月9号左右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白羊座日食 这个日食呢力量非常强大 会让白羊座有一个重要的发展 通常这种重要的发展是来自于 你个人的成长 个人的定位 个人想做的事情 但是它也带有着跟别人合作关系喔 所以如果白羊座朋友你重视感情的话 我觉得也许在2024年上半年你就会确立 或者是你在既有的关系里面 你开始找到一个更好的相处方法 更好的这个成长的计划 让两个人一起提升 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那再来就是双鱼座 双鱼座呢在2024年 其实一直有一些压力跟包袱 也可能你是有很强大的企图 很大的个人野心 所以你要往那个方向前进 那如果这个野心或企图里面包含着感情 我觉得是好的 那如果没有 那可能感情就不是重点 那可是呢不管如何 只要是你的企图跟目标 它都带有着责任 所以呢自然然你就要去思考 有些事情是不是你真的要的 那如果你是需要感情或婚姻的 我觉得这一年也是很不错的 特别是呢你可能会开始想要怎么样 成家立业的成家 好我想要买房子 我愿有感情的关系 让我有个动力买房子 或是我要同居 我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什么 进家庭生活上面 这些事情看起来是感情 其实是在帮助你怎么样 重新界定你的生活 所以跟个人的成长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总而言之呢 其实我们看到2024年呢 每一个星座族群呢 都有自己的机会 跟选择 无论如何呢 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要 等到2024年才行动 我们可以从2023年的年底 就开始思考 接下来你想做什么 那在人际观音上面 你有什么可以先铺陈的 先参加的 先认识的 我觉得啊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我相信各位呢 在现在开始做好准备 2024年都会有你的收获的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次再见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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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备